大家好,我是楊門拳醫師 在治療落髮與直髮領域生根多年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禿頭跟落髮的困擾 而且近年來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喔 楊醫師,最近疫情 有些人都會已經開始打病腦 到一個程度 有些人就發現打完疫苗的時候 他的頭髮越掉越多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對於這個部份有什麼樣的想法 對,因為的確在臨床上有發現 有部份的整友來看診的時候 他就說最近打了一個劑 最近打了第三劑 我發現他好像有落髮變重 但是分成兩個部份 一個是他本身就有血運塗 一個是本身沒有血運塗 如果是後者 如果是本身沒有血運塗 如果他發現打了疫苗會掉的話 他通常是跟急性落髮有關係 因為疫苗本身 他對身體也是一種外來的因素 所以身體會反應 少部分的反應會比較激烈 他會認為他是一種壓力來源 他會有所謂的自體免疫的反應 所以他就會突然間 某個部位掉了一塊頭 這個譬如這個部位 有的掉了半個不太小 有的半個很大 通常我們就要跟類似 臨床上看到的那種 鬼剃頭影像 這就是急性的掉髮 通常這種有一半的人 不理他大概三到六個月 他會自己長回來 對,但是有一半的人需要治療 才會長回來 了解 像剛剛醫生有提到說 比如說壓力大 因為可能有些人 可能是科技業啊 或是他可能需要熬夜 或是比較疲累的工作 那可能就會發現說 壓力太大好像也會有掉髮這個問題 對 那您有遇獲像這樣的問題多嗎 沒有,有不少 那壓力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急性壓力 急性壓力是剛提到的所謂鬼剃頭 就屬於急性壓力 那不管是工作上的壓力 還是感情上的壓力 還是功課上的壓力 有學生也有碰過legs 這種 然後突然間掉很多 掉的區域很明顯 有一個區塊 這種屬於急性壓力很弱 就是俗稱的鬼剃頭 那這種的話就是剛提的 有一半的人不理他他會回來 他自己會再長回來 可能急性壓力過了慢慢就會長 那有一半可能要經過治療 之後長回來 那另外一種是屬於慢性壓力 慢性壓力就是長時間累積下來的 他不是某一段時間很急性的壓力造成的 他可能是今年累夜 可能是超過五年十年以上的 工作上的壓力 或者是他的家庭的壓力 種種累積起來慢性造成的壓力 這種也會弱滑 那這種就不是說突然間某個區塊就掉 他是慢慢掉 那通常呈現出來是M型的凸法 比較常練 那M型的這兩邊 因為這兩邊是我們的血管 對壓力的反應比較敏感 當你有壓力當你睡眠不足的時候 這邊血管就會收縮 收縮的時候 所謂的血液供應就會減少 供應減少 營養不足 但頭髮長期這樣下來 他就會慢慢的會收掉 所以你就會看到 大部分的慢性壓力都掉M型凸超多 如果說他家庭沒有雄性凸 他是單純的慢性壓力導致的話 他就只有這兩邊 他中間是不會對的 中間這個髮直線是不會對的 那你就很明顯看到 這兩邊很明顯的所謂M型凸 然後中間的髮直線是 頭髮是很健康的 他就是單純的慢性壓力造成M型凸 但如果是說他有雄性凸 又伴隨著慢性壓力造成M型凸 你就會發現他中間也開始慢慢退 這就表示他的原因就是 兩種一種雄性凸 一種慢性壓力凸 兩種合併在一起 有很多人他會擔心說 像家人啊 比如說他從阿公 或者是爸爸舅舅 都有一些就是遺傳性落伐的問題 那他本身就是會有遺傳性落伐 如果是說父系母系都有的話 機會蠻大的 百分之八十以上 甚至百分之八 甚至如果是剛好有兩個兒子 有兩兄弟的話 搞不好兩個兄弟都會有 如果只是單純父系 或單純母系的話 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說 譬如說父親這邊沒有 媽媽這邊 舅舅這邊有 或者相反的父親這邊有 媽媽這邊沒有 那可能兩兄弟只有 只會有一個重 有一個會遺傳他 另外一個可能就沒有 遺傳通常都是這樣發生的 那如果是 當然 有的是父系有沒有 母系有沒有 他卻有 那有可能是隔代的 就是爺爺或者是外公這邊 然後你會看到是 可能他的就算有的 不是很嚴重 就是很輕微的 隔代的話 他的程度會比較輕微 除非他是後天 抽菸很兇 睡眠長期不足 他有可能變臨中 OK 了解 那如果說 像現在嘛 以前人家都會覺得說 可能禿頭 或是調房 可能是從中年才開始 比如說中年大數 那可是現在好像有 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就是說 好像有些人可能從二十幾歲 就是年輕大學生 或是甚至當上出社會 就開始調房 然後好像有越來越多的傾向 對 對 那想要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現在好像 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呃 年輕化 他本來就 因為 除了遺傳以外 他還有一個後天的因素 他會加速他 甚至讓他 年輕化 譬如說他抽菸的人口年齡下降 但也會嘛 因為後天因素抽菸算是 然後睡眠不足算是一個 如果說他又常常打電動啊什麼 熬夜啊什麼 他就睡眠不足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很少人注意到的就是 太陽 曬太陽 其實我們常 有 常晒太陽 或偶爾晒太陽的人 他其實頭髮會相對比較健康 但如果是 他現在年輕人 打電動 就躲在家裡 然後 從來不晒太陽 或者是女生 怕晒太陽 對頭髮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如果是年輕人 就是他等待躲在家裡 然後也不出門打電動 他雖然什麼都不做 也沒有上班來 沒有任何壓力來源 他還是胃會弱 因為他沒有出門曬太多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我們臨床觀察的很有趣 現在蠻多人都會接觸到 像雷色森法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如果我用雷色森法 有可能有些話 如果說我需要搭配吃藥 還是我單用就可以 要看有激動狀況 一個是如果是你比較嚴重 那當然有可能 雷色森法後 單純的只用他 可能效果有限 他一定要合併其他的藥物 甚至有一個更嚴重的 還需要脂肪的手足來回復他 那如果是很輕微的 然後加上你個人又很少曬太多 當然雷色帽是效果不錯 因為我剛剛有提過 因為頭髮也需要晃 就像植物一樣 我們植物是所謂的陽光 沒有陽光植物會萎縮掉 然後水分還有肥料 還有除掉病蟲害 所以因為植物要長得好 他需要有四種手段 第一種是除病蟲害 如果有病蟲害要把它除掉 所以通常我們雄性兔人 就好像植物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你要把這個病蟲害除掉 所以雄性兔人藥物本身 就扮演這個角色 他是把這個隔絕掉 把這個病蟲害的因素隔絕掉 所以他頭髮才會長得好 可是只有這個的話 他會長得很慢 你會看到效果來得很慢 譬如說你只吃雄性兔的 某一種單一一種藥的話 可能他要看到效果 眼睛要看到明顯到 可能要一年 那很多人就沒有這個耐心 吃不到一年他就放棄了 他會覺得他看不到明顯效果 所以你要在短期內看到效果 你除了除病蟲害 還要澆水 還要施肥 還要給他陽光 這個植物才會長 我們頭髮就很像自然界的植物一樣 雷瑟森巴的角色 他就是扮演陽光的角色 那現代人如果很少曬太陽光 他就需要靠這個 來協助達到給他光 給他所謂的紅光 650耐這個波長 刺激我們毛狼幹細胞 毛狼細胞去活化他 讓他得到能量 他也會吸收 他吸收這個光 他變成能量 變成我們細胞力線體裡面 電子傳遞鏈能量就會比較順暢 他就會有活起來 活起來他就會長得比較生龍膜 就是這種概念 他的原理 就是靠這樣的原理來刺激他 那當然有些人嚴重的話 你單純只給他光是不夠 這樣好像植物一樣 你只給他陽光 你不澆水他也不會長得好啊 你不施肥搞不好他也長得慢啊 所以這個到底是一樣的 那像剛剛講到說 雷射森法 他是等同像 那譬如說吃肥膠水 是不是就是譬如說 要譬如說像森法水 或是說藥物 要去讓他有加成效 對森法水 不管是局部抹的 或者是塗 或者吃的 都是讓我們血管擴張 血管擴張以後 血液循環就變得比較好 血液循環好就等於是膠水 它是扮成膠水的膠色 那另外一種是給頭髮營養 給頭髮 就說我們頭髮也需要的一些營養素 不管是所謂的大胺酸 還是我們的一些微量礦物質 或者是我們一些維他命 都是給他施肥的概念 也就是說他要有這些營養 他才會長得頭好重重 如果沒有這些營養 他雖然會長 可是就瘦巴巴的很細 譬如說他的粗細 只有正常的一半的話 那當然他就 他就覆蓋圖就會比較長 看起來就會比較稀疏 等於是要四管齊下 就是陽光 水分 施肥 除病腫害 如果是四管齊下的話 當然這個植物就會長得很茂盛 但前提是你要有種子在 他的根還沒有死掉 但是如果是他種子都不見了 萎縮掉了死掉了 你這個四個手段都沒有用 只能什麼 只能齒 對 就從別的地方把好的種子 樹根把它攀過來種下去 這樣才會長出新的毛髮出來 就好像我們譬如說台北市的人行道 本來是沒有樹的 他從別的地方搬過來種下去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對 那有些人他們就是可能在 用雷射深髮這個時候 他們可能會 比如說搭配深髮水 那像深髮水 假設他們如果一起用 我發現 我的頭髮真的有長出來了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 深髮水就是慢慢停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聽說 深髮水如果一停 可能就會反彈 就是頭髮會掉很多 對 所以說我剛講的這四個手段 四個手段通常是在治療的前半段 就需要手段越多 它會效果才會來得越快 但是如果你已經滿意了 已經長得很茂盛了 那你只是要維護它 維持它的話 那就可能就不需要四種手段 可能就少掉兩種 或者只用體重一種就可以了 這個要因人而異 但是你不可能說是我四種 一種都沒有 然後你還可以維護人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的基因還在 你的雄性突還在 你的基因並沒有改變 所以你四種維護的手段 都沒有了之後 它就會發現 漸漸又變稀疏 變成又雕龍 所以說長期下來 這四種手段 是沒辦法做一次 一勞容易的 可能是 本來是四種手 四管齊下 變成後來你要長期維持 變成要兩種 像雷射森巴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奇怪我只有聽過雷射除毛 為什麼雷射可以除毛 又可以生髮 有些人覺得這好矛盾 它波長不一樣 能量也不一樣 雷射的生髮是低能量 它能量很低 而且它是銅光的棒 像650奈米波長左右 可是雷射除毛 它是高能量 它是破壞的角色 對 它把你的毛囊 蓋細胞 把它破壞掉 它就不作為不會 再也不長好了 就是把這個植物的根 把它破壞掉 它能量高 它用的波長 也不一樣 所以雷射除毛 通常我們不建議 它雖然是低能量 所以不建議連續一直照射 或者是在悶熱的環境 一直照射 這樣會有反效果 就會變成能量累積了 變高能量 高能量 它就會有反效果 就好像太陽光一樣 你給它溫和的陽光 它很高興 可是陽光太烈了 它反而枯萎 道理是一樣 雷射除毛 就好像是給它激烈的陽光 強烈的陽光 然後就枯萎了 像我們這種雷射生髮技術 那它大概一次通常都是25分鐘 那假設我說 如果一天多帶幾次 帶久一點 或是帶不幾次 一直帶著 效果會比較好嗎 通常我們會建議 是一天 臨床上我們的觀察 累積的觀察經驗是 平常的保養 一個禮拜至少兩次 那一天如果你想要 保養積極一點的話 一天不要超過三次 而且最好是 跟用餐的時間 搭配是最好的 對 就用來保養 就是用來維護保養 而且是要間斷式 就不能連續照 就是早餐 早上一次 中餐一次 晚餐一次這樣 因為用餐的時候 我們食物進來 有營養了 如果你有照射的話 活化起來 它營養會輸送到頭皮去 應該是一起作用 那睡前可以用嗎 睡前如果只是保養 睡前是可以不用 就是一個禮拜至少兩次 那一天最多三次 對 我們臨床上的建議是這樣 那有些人好像 就是用到射身法的時候 比如說男生或女生 可能有些人 反應是會 可能會有點覺得 暈暈的 這個是因為 比如說血液群 還是說女生 驚奇 血液不足 等等的 導致說男生 會有一些總盤症嗎 暈暈的 你要考慮 是不是接觸到眼睛 你看到這個光 因為通常我們是 盡量避開視線 當然你看了陣子 有些人會暈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是不是你本身有低血壓 因為你照射以後 它如果頭皮的血液循環變好 它也會促進一點血液循環 然後活化 血液都跑到頭皮去的話 有可能血壓會低 它就會暈暈的感覺 所以你要考慮這兩個因素 要不然 除此之外 大部分都是心理因素 自己覺得 怎麼好像有點 娛樂 熱熱 對 OK 謝謝 謝謝 提醒大家有落髮問題 請盡早治療 卻無無形變方 選擇正規的生髮產品 趕快把握時間盡早治療 搶救更多的髮量